所以这几年来这个竹子枯死以后长不出损 我们很多的乡亲真的是苦不抗眼 阿里山最大宗的经济产物 全乡有八成的竹人靠他为生的竹子 近年来受到老化以及竹畜业病两大因素 导致竹子大量死亡竹人生活陷入困难 而原民议员武青山就将问题抛上议会质询 而农业处长回应 调查发现阿里山地区数千公顷的竹林染病 多数在林务局管辖的林班地 而其中约有五百公顷是原民的保留地 目前也以相关单位讨论初步提出更新富裕 与奖励造林两个方法 但都还在研议当中 针对整个这一个更新跟富裕 到底要怎么去做 是不是先做一个小块的面积 让我们的这一个农民他们知道 怎么去做所谓的这个更新 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 林务局他们有所谓的这一个奖励造林 可能会提高现在的研议当中 希望说不要再种族制了 而针对奖励造林金的部分 议员认为给的太少 就算族人想转型 考虑到现实层面的问题 仍会选择继续种族 县长也说明已将问题 亲自反映给农委会的主委 希望中央赶紧把政策修正顶案 目前的造林奖励金 他一公顷一公顷是二十年是六十万 造林的奖励金的办法 他没有办法用造林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有一次碰到这个陈吉仲 陈部长那陈主委 我也特别跟他提这个问题 奖励造林的部分 我们希望中央赶快把这个政策 赶快把它确定下来 来看看族人的反应是怎么样 目前提出的两个方案 议员表示会持续追踪后续的进度 要先服不要跳票承诺 也盼能早日解决族人的生活危机 女人新闻老报纸嘉宁线采访报道